欢迎收看中天新闻开放新中国节目 今年4月中大陆宣布海南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这立刻让人想到了一年前雄安新区的成立 使得大陆此刻形成了北雄安南海南的双核心格局 也呼应着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的 开放的大门不会关只会越开越大 但由于地理位置接近 那么这个海南岛自贸区将成为东南亚投资的新热土 对于香港 澳门乃至于我们台湾 可能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我们就先来看海南 那么养老 医疗跟旅游都是它未来发展的强项 现在一栋一栋的高楼拔地而起 其中号称是大陆第一家七星级酒店 最近在三亚开幕 赤资折合台币500亿 里面最高档的是一个梦幻海底套房 有巨型的水族箱 让人仿佛走进了水底世界 充满疗愈感 但这个疗愈感代价高昂 一个晚上折合台币是20万 它也被视为是三亚旅游转型升级的标志性项目 超大型鱼缸 顶级豪华的装潢 还有占地广阔的度假乐园 这是即将开幕的七星级酒店 它就在海南自由贸易区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看过这么大的一个地方 有好多鱼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迪拜好像有一家 不过我们没去过 所以就来这里 房客入住之后 不仅可以享受无敌海景 也有难得的海底共游体验 而这一座赤资500亿台币的度假酒店 一共有1300多间房间 还特别装潢了五间海底套房 最便宜的要价20万元 最贵的高达50万 开业也是这个恰逢期时 这个正好是中央同意海南 从5月1号起实施这个59个 这个免签政策 在海南旅游这个转型升级方面 应该说也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代表海南的这个旅游 从观光型旅游 向这个高端度假行 休闲度假这方面 这个转型升级 海南岛 中国大陆第12个自由贸易区 丰富的海底资源 完整的生态环境 除了是国际知名的度假胜地 当然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自由贸易区的战略目标 就在于打造生态文明实验区 旅游消费中心和自由贸易港口 而海南岛成为一个国际旅游岛 当然也适合成为一个自贸港 就像是中国大陆 在国际上色彩鲜明的代表 五十九个政策免签政策实施后 肯定外国人会大量的努力以来 将外国人管理的任务 肯定会越来越重 压力会越来越大 由东安机关切实采取措施 加强外国人管理 确保五十九个政策实施后 外国人管理做到抵触性情况 意义就是我们健全的 这个进一步健全的 这个充益性管理的机构 大量充实外国人管理的力量 又要是完善了 你的外国人管理和服务的机制 2017年海南岛接待旅游的总人数 高达6700万年次 远远超过当地人口的6倍 旅游总收入更是多达台币3700亿 有国际游轮可以停靠的港口 还有56条国际直达航线 而今年的5月开始更是开放 免签国家从26国增加到59国 入境停留时间延长30天 免签入境后停留时间 从15或21天统一延长至30天 促进入境旅游市场更加活跃发展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为了积极响应经济全球化 加大开放力度 除了海南岛之外 河北雄安新区 则是第13个自由贸易区 利用河北的地形优势 建构外交平台 目前中国大陆省级行政区 高达三分之一 都有了自贸区 意味着由沿海到内地 从北到南 都打开市场准路的大门 充分显示出对外开放的大战略 未来海南岛如果落实自由港的独立关税 那么首当其冲将会对香港造成冲击 台湾民众对香港有一定的熟悉度 特别是入业之后 满街的霓虹灯闪啊闪 衬托出香港这个不业程的繁华热闹 不过90年代起LED灯的大量兴起 在这个同时 香港也大刀阔斧地整顿势容 拆除了大型招牌 让霓虹灯产业全面视为 那么现在全香港 能够做这样大型灯具的老师傅 只剩下七位了 接下来这个报道 是一位制灯师的故事 他和他的霓虹灯 见证着香港的璀璨和传奇 灯光璀璨 立体的大招牌 只是许多人对于香港街景的印象 甚至这样的场景 也曾是许多电影的经典画面 无论王家卫还是周星驰 霓虹灯成为他们电影中 有岗位的元素 如今这样的标志性逐渐消逝 我们这行都不是失落 是没落 8090年代的香港天色昏暗 五彩霓虹闪耀整座城市 那时的霓虹灯馆师傅可忙了 直到1995年LED灯问世 霓虹灯行业从此急转直下 森美西餐厅的牛招牌 是香港最富盛名的霓虹灯之一 却也难逃被拆除的命运 因为我已经搞过 我的路的方向也不明白 不知道了 然后很多人都今天跟我说 很可惜的没有赢到 2015年香港物语署 以大型灯具招牌 有安全上的疑虑 一年内拆掉了数百个霓虹招牌 再加上LED灯兴起 香港的霓虹灯产业大受冲击 差不多都没有 拆掉了 我自己拆都拆了几十个 一年做不到十个 十八岁陆行 七十岁人在坚持 唐国祥的人生与霓虹灯 一起经历新衰 三十年前 唐师傅给香港招商局做的招牌 是少数人在使用的大型霓虹灯之一 很久不见了 是呀 唐一见 好吗 不是吗 不过过了 有没有允许做过 比较大的招牌呢 我暂时都不用了 因为现在这个尺寸 都很适合我们的店铺 还有现在潮流都不是那么允许大 七十到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都不错 那些是会拿着一些徒养上来 求我们做 我们夏天因为太热了 不愿意开工 他们说晚我求你开工 一百多 差不多一百 现在就永远不会 即便生意大不如前 唐师傅每天人搭一小时的公车来工坊 没订单的时候 整理和修复是他的日常 这个首扶是第一代美国房 因为它是扁的 非常不方便 是吧 你收工就手都不知道多贵 开了好用 我做了五十支 霓虹灯制作难度颇大 得先用一千一百度的高温 将玻璃管弯曲成各种想要的形状 接完电机之后 要将玻璃管抽成真空 再灌入气体 全盛时期能操作这般记忆的师傅 至少一百多人 如今仅剩下七位 徒弟们更是一个个转行 喂 师傅 你好 好累啊 好多人不过来了 不要过来了 有好多人 我放了好多心机 改得它 觉得好用 垃圾 拿去堆填它 霓虹灯行情好时 百万港元的制作费 都有人愿意花 如今终究难抵大环境的现实 霓虹灯的璀璨时光 恐怕也仅剩下这些老师傅 最明了 想像一部电影 当霓虹灯点亮的同时 下一个镜头可能会跳到一位 西装革履的绅士 在中国服装史上 所谓的红邦裁缝 兴起于清末明初 那么当时 宁波是最早 跟国外通商的口岸之一 那么宁波人 把这些西方人叫做红毛 当时就有一批裁缝 专门替这些红毛做西服 所以他们被称作是 红邦裁缝 他们的制作工序 繁复严谨 前前后后总共十几道 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够马虎 这也因此让红邦裁缝 就等同于品质保证 目前上海有一位 红邦裁缝第四代的传人 靠着这个传统手艺 他的生意应接不暇 一套西服卖价高达十万元 在老上海提到西装 便会想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上海滩阳明立万的红邦裁缝 上海裁缝在定做西装 在国外人当中是很出名的 当他们说上海裁缝 其实就是红邦裁缝 红邦裁缝在期末名出盛行 当时宁波作为最早 与国外通商的口岸之一 宁波人称这些外国人为红毛 因此专替西方人 定制西服的裁缝师 又被称为红邦裁缝 50年代定制业衰落 红邦裁缝追随客人到香港谋生 陈嘉宁的父亲陈荣华 就是其中之一 那么当人家从香港西装的时候 从裁缝店走进去 他第一个要确认的是 你们是不是上海裁缝 2002年九区香港的陈嘉宁 作为红邦裁缝第四代传承人 他带着父亲的手艺和店铺 将本来就属于上海的手艺给带回来 即便66岁半退休了 他仍每天7点出门 搭一小时的地铁到店里报到 父亲的自律在儿子的眼中 却显得有些严苛 在实习的时候 基本上他是手把手 从他那时候是一开始怎么学 按照他的步伐去走的 你去工作的话 你如果准时到的话 就是迟到 你必须要早15分钟去上班 正统的红邦裁缝 严格按照以赴带子的规矩 手艺只传内不传外 不过儿子陈峰凡 在国外学的是哲学 对于裁缝实在没兴趣 他只好把这门手艺 传承给工作伙伴 我进了这个公司之后 好多人会说 他这个小鬼偷学了 等我们自己去住去了 但是这个陈先生 一定不保留他 说没有关系嘛 铁下的饭不是你一家人 你能够吃掉吗 红邦裁缝由于强调穿上身 能显现立体感 第一步骤的两体相当重要 而在近十个定制环节中 唯独这项技术 陈嘉宁人亲自操作 画纸样是西装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第一步 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这样的好坏直接决定成败 因此退休的陈嘉宁 依然坚持完成这个步骤 如果因为一朝西装 裁剪不好 无论他的生活工作 非常非常结实 非常漂亮 穿在身上那边不好看 不是好西装 真一目前能够制作 红邦裁缝的师傅 屈指可数 凡是陈嘉宁经手的西服 行情价至少十万台币起跳 也让红邦裁缝的好手艺 历经时光流转 仍微微经典 在大陆可以称为经典的 还有这一个逃生体现代舞团 2008年成立之后 应邀在40多个国家演出 也是第一个 在爱丁堡国际艺术节 表演的中国现代舞团 他们追求极简 没有叙事情节 不用多媒体 甚至往往连舞者的面容跟性别 都刻意模糊掉 在一些颠覆性的创举的同时 很难得的 他们也可以说是票房保证 各项演出至少有七成的满座率 那么受欢迎的程度 可以媲美我们台湾的云门舞集 而他的创办人 是大陆炙手可热的青年编舞家陶冶 毕业于重庆舞蹈学校 这是陶身体舞团 他们的舞蹈回归身体本质 探索身体极致美学 是瞬间的因素 所以舞蹈 就希望通过我们的身体 例行可以去留住 那个瞬间 储存用身体的记忆行动 储存那个瞬间 让那个过程变成一个游户 这是大陆最知名的现代舞团 云门舞集创办人 林怀明看了他们的表演 赞叹说 我梦想可以编出这样的舞作 同时知道自己做不到 几度邀请陶身体到台湾演出 想走一条没有捷径的路 就是完全用身体的语惠去表达 我们希望就是在舞台上可以画翻为简 洗净千华 去掉很多多元的表达 比如说就是华丽的服饰 然后炫美的舞台灯光 唯有行动本身去概括自己 所有全部的情感 大陆音乐教父崔剑形容他们 虔诚的像教徒 勤奋的像民工 理性的像哲学家 感性的像疯子 因为这个是最纯粹的 因为纯粹就是最原始 最真挚的一种表达 就是可能我觉得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 然后信息轰炸的时代 然后我觉得纯粹是 可以让我们安定下来的一种精神力 追求纯粹真的没有捷径 练舞跟练功一样 他们探索身体极限直到满分 有人用拼命来形容他们对舞蹈的要求 开脚上 对 好 变好 关膝盖尖 变 关顶化 走踩脚 33岁的陶冶是舞团的灵魂人物 林怀明最推崇的大陆编舞家 他要求每一个动作精准到位 每一个意境完美呈现 转这个东西 然后吃完以后 你会在这儿过程度 别在这儿停 然后就推回来 再对他 陶冶在2008年创办舞团 最初只有三个人 没钱没场地 一无所有 默默无名 只能在百人的小剧场有演出机会 然而走过十年 现在国际舞蹈节竞相邀约 一年最多的时候 有19个外国艺术节邀请 他们一年当中 来来回回 大概要飞15个国家 表演档期已经排到2020年 他们的成功和大陆的发展 息息相关 08年正好就是奥运会 所以我觉得那一年 舞团的成立 也意味着整个 就是大的环境 起到一个颠覆 就是世界看向了这个国家 所以我觉得也向我们舞团 敞开了一个非常敞亮的门 让世界的人看到了我们 世界看到中国 让他们在创立不久 就获得国外艺术机构邀约 成立三年就登上美国舞蹈节 打开北美市场 2012年登上林肯艺术中心 在纽约受到肯定之后 雪梨歌剧院 巴黎城市剧院 爱丁堡国际艺术节 重要的艺术节 几乎都能看到他们的舞姿 和云门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陶冶说 在那个时代 我觉得云门就是拓荒者 他就是真的是一片荒漠 那个时代就是有这么一部分 纯粹的真挚的人 所以才可以达到 现在云门的一种影响 我们这个时代更丰富 选择更多 陶冶尝试过多种表演形式 譬如与国际奢侈品牌跨界合作 日本时尚大师山本耀司 也曾经邀请他们在巴黎时装周合作 每一次出场都引起赞叹 逃生体舞团跟着大陆的崛起 登上世界舞台 他们实现了梦想 也让世界看到大陆 在表演艺术上的原创力 原创性是艺术的重要元素 但是艺术从来不止隶属于 高高在上的殿堂 北京最近有这么一场 围棋十天的彩绘活动 找来台湾跟大陆的青年画家 一起来美化老旧社区 但是年轻人的艺术创作 北京的大爷大妈可不一定欣赏 他们觉得黑色的不吉利 喜鹊的嘴巴太尖了 还有画老虎 不如画这些花花草草 在过程中碰撞出了不少 世代间的趣味火花 他们不是油漆工 他们是来自两岸的艺术家 我这次画的主题是 台湾的樱花工文贵 我画的是凤蝶跟碎花山 这是台湾人在大陆创办的 艺术策展单位 在北京举办的社区彩绘活动 请来两岸十六位艺术家 一起为这个北京三十多年的老社区 披上彩色外衣 这次主题是做两岸一家亲 所以我们把两岸的珍稀动植物 或是保育类动植物来做主题 来采绘这个 希望让这边居民也了解说 台湾有哪些 包括哪些动植物 这边大陆的动植物 大家引起那种保育的这种情怀 我也希望能够让台湾年轻人 能够借由这个活动 借由这个机会 进驻到我们的 这非常基层的社区 北京正在推动美化社区的活动 凡是超过三十年的社区 都有改造社区的经费预算 而这给了台湾创作者 挥洒的空间 这次一共有六位 来自台湾的艺术家参与 其中五位是艺术院校的学生 搭上升降梯 他们像蜘蛛人一样 高空作画 在六层楼高的公寓外墙创作 我基本上是把它当作是 一整幅图在思考 所以我从最上面 就会是一个比较偏灰白的 然后把重点落在 反而是最底下 然后让上面从灰白到底下 越来越彩色 是一个建成的那种概念 蛮有意思 画涂鸦之外 然后就是你还要去 因应各个地形的 然后要将你自己的图画 然后放上去 对 也不是 就是它的难易度不是在 就只有在图面就是这样子张上画而已 涂鸦社区的最大挑战 倒不是画画本身 而是和居民的沟通 即使主办单位 事前已经让社区 接到办公室的领导 看过每一幅画的草图 但真的画上去之后 居民的意见很多 可能就是画面太多 太乱太扎 不喜欢 或者是就可能颜色太黑 就觉得可能不吉利 但是我觉得挺好看 可能希望改成红色 我是还好 但是就是艺术这个就比较主观 有居民希望他把台湾奉蝶 本来的颜色改成红色 原本设想要画的五只台湾黑熊 也被居民嫌太大只 太凶猛 而改画花草 这只喜鹊被居民说 嘴巴太尖 向老鹰要求修改 而这只大老虎也被要求改掉 他们不通意画这个老虎嘛 就画个别的图案 就画画草草也可以啊 你就画了这个老虎 可能大家可能是有点意见的 我现在也跟他们说了 我说你们能改就帮我们改一下吧 熊他们也不喜欢 为什么 他们也觉得比较厉害 比较熊壮动 我觉得很好这个创意 然后因为这个小区 它是一个比较老旧的小区 所以有了这些新元素 我会觉得这个小区 就是旧貌混心炎 然后人的心情也会很不一样 对反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我也很支持 当艺术走进基层 当年轻艺术家遇见北京大妈 当台湾人遇见大陆人 难免因为相互碰撞产生火花 而正是这种火花增进交流 趣味由此而生 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听到他们聊天 就听到觉得很可爱 干了就沾 多一点没关系 好 要画之前刮一下 上去 涂上去之后呢 轻轻的 轻轻的 它才不会被你刮掉 他们利用十天的时间 彩绘社区之余 也教社区小朋友涂鸦 与其说这是一场艺术创作 不如说是一场接地气的基层交流 也让几位台湾年轻画家 有了一次独特的登陆出体验 您所收看的是中间新闻 开放新中国节目 2018年在河南郑州 有这么一场航空展 来自英美 意大利等国家 顶尖的特级飞行表演队伍 接连亮相 给现场观众带来了 一场又一场震撼人心的 飞行盛宴 要跟您分享 这些值得一看的精彩画面 也谢谢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周日早上9点半钟 准时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